之前我说过让大家9月份别急着买PS5 那现在快10月了可以买了吗 现在PS5的价格正在经历下降期 在黑猴子发布之前PS5一直是始低 国航和日版光驱2900 港版是3400 3500 黑猴子发布之后PS5光驱一路涨到4300 但是也没撑几天就降到了4000 后来在3700停了一段时间 再后来价格就慢慢的降 这都是在9月发生的事 现在9月底了 PS5国航光驱3300 日版光驱3400 这个价格我就不说在哪看到的了 如果你们是在官方店或者实体店看到的价格 肯定会要贵几百 这个很正常 另外我还发现现在港版PS5多了 而且价格也低 光驱是3500 港版史低我看到的是3400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清库存 那现在要不要买呢 现在买肯定会比9月初要便宜几百 但是距离史低还差点 不过无所谓了 如果你特别着急 特别想要不想等了 又不在乎贵那几百块钱 找个时机就下手吧 对于想买PS5日版港版的朋友 我有一个建议 那就是售后 在买之前详细问问商家 假如PS5一个月坏了 或者过了半年坏了 不能开机了 非人为损坏 商家会怎么处理 是自己付费修还是免费 是在本地修还是返回日本修 路费谁出 大概多少钱要等多久 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 留下截图证据再决定购买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